基隆旧公车总站变身国门广场玻璃屋 成台唯一VR港景餐厅 餐饮搭配玄武店重温委托行荣景 国门广场玻璃屋是位在基隆港边的打卡热门经典之一 前身是旧公车总站 经改造后的木质调阶梯 搭配大面玻璃窗建筑物看起来格外新颖 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也让民众在品尝美食饮品的同时 一起重温委托行带货与波莱坪的全盛实习光景 我们这里是基隆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然后希望在这个国门广提供给基隆市民 休闲和娱乐的一个新的地方 除了美景外 各食材也选用基隆看拉丁的每日新鲜食材 透过在地商家的优质选材 搭配主厨的食材应用蓝图 成就了在地风味的异国料理 VR主厨阿中师傅说 老鹰汉堡 我们基本上使用的是台湾在地的神龙黑猪 然后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鬼头刀 做的汉堡三兄弟 我们本身生态厨师 然后对于土地的爱护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推广的是在地食材 然后使用了一些有机友善的蔬菜 身为生态厨师 做永续海洋 以及永续山林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感 我们所谓的永续 它不单单只有海洋 而是一整体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在这边能当一个起始点 我们也希望在这边利用我们的 回忧后这一支非常有特色的汉堡 来推广我们的食鱼教育 从一国料理推动永续海洋 食鱼教育等 都是在地人对故乡的理想底蕴 透过在地创生 青年创业 使得原本外流的青年人才能够回乡创业 也带回更多不同的创业元素 这家餐厅的老板都是我们在地的基隆人 那他所提供的食材都是非常的在地 有基隆在地的特色 那我们很乐见 有这样的基隆的年轻人回乡 除了三五好友能小聚享用美景美食 也有外景的新追求的气氛 到现场充满着一国公司 用餐的游客说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来基隆 然后看基隆的风景 今天就特别来这边玩 这应该是在基隆 第一个比较fashion的店面吧 然后它的交通对台北来说也是比较方便 基隆人透过在地创生 重新打造着自己的冤箱 其中也预含着对家乡的一份五行贡献 公民记者蔡中和高维成 现一佑 吴定谦 基隆市人爱区采访报导